客戶调查局的头一千三百万 他自己现在都不敢伸张了 您单位出去就可以直接跟警察局案名控告 画面中只见IMB平台中 资深老师的男子信心满满 竟然搬出调查局的人也有投资的理由 当成是挡箭牌 还喊话受害者有种就去找警察 你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后台 可以让你这么嚣张 而且还直接说有调查局的人也有投钱 他们也不敢去报案 那他说调查局的人如果报案就立刻立案 所以就说你们这些小投资人 你们能做什么呢 嚣张行径令人傻眼 王沪卫还爆料IMB诈骗集团 除了调查局原来还有明星检察官都舍入 其实有人跟我检举说有明星级的检察官 那事实上也跟他这个张国伟 事实上也有参序 绿营党政高层跟诈骗集团主嫌关系连环报 调查局跟高检署都已在行政调查中 可是从先前IMB参加邮金管会指导的科技展 到现在检调单位 背后是谁在当靠山 事情显然不单纯 过去有不少的调查官警官都曾经是这个川城机构的成员 爆发之前很多调查官也发现不对劲 那他们透过管道先把钱拿回来 他们根本就没有为了这个一般老百姓去考虑 有关系就是没关系 受害的只剩下平民老百姓 被指控被诈团包养宣布退选的陈欧珀 又被爆料2020年6月交委会到宜兰考察时 陈欧珀竟然带着曾国伟出席 杰柱还和前台铁局长行政院政务顾问等高官 到曾国伟的豪宅里开party IMB的这个诈骗吸睛的这个主贤曾耀峰 也有参加这一场的考察 结果在这个考察结束之后 有一群我们交通部的这个高官呢 就跑到了这个曾耀峰在宜兰武捷的这个豪宅开趴 IMB诈骗案越演越烈 从民进的高层到检调单位全沦陷 老百姓的钱找不回 求助无门只能问苍天 接着让我中章说一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